这个视频我们来讲一讲十分刺激的大闹天公 孙悟空在打败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之后 玉皇大帝不得已只能把他重新召回天庭 承认了他齐天大圣的称号 让他去看管盘桃园 然而天庭里的神仙们 打心眼里看不上这位浑身是毛的齐天大圣 这不王母娘娘开盘桃大会 邀请了所有神仙参加 就是没有邀请看管盘桃园的孙悟空 这还了得 得知消息的孙悟空顿时就炸毛了 他先是把王母娘娘预备的穷江玉叶 全都喝了个一干二净 然后又来到太上老君的地方 把老君所有的仙丹全都塞进嘴里泄愤 最后拍拍屁股挥花果山去了 可玉帝怎能饶得了他 所以派出得力干将二郎神 前去与孙悟空斗法 只见两个人混战不休 不分胜负 孙悟空变成一只麻雀 二郎神就变成一只恶鹰 前去捉拿 悟空变成鱼 二郎神就变成鱼鹰 水中寻觅 悟空情急之中 变成了一个土地庙 二郎神过来 就要抓窗户梯门 最后在菩萨的帮助下 二郎神才终于得手 捉住了大圣 读吧这段 我想各位同学 已经开始赞叹吴成恩 这脑洞大开的想象力了吧 一般作品中的打斗戏 无外乎就是两个人 互相上胳膊上腿而已 而吴成恩却让孙悟空 与二郎神的斗法 从地面打到天上 又从天上打到水里 最后居然还变成了寺庙 这样紧张刺激 张弛有度的变形追逐战 是不是让你想到了 变形金刚呢 而在气氛的营造上 吴成恩也是大师级别 故事从大圣闹龙宫 这个小争斗开始 引出了太白金星 安抚大圣 授予他必马温 来缓和气氛 随即大圣知道 必马温只是个管马的小官 跑回了花果山 与钱来捉拿自己的 哪吒三太子大打出手 这就是第二个争斗了 而太上老君又来获悉尼 让玉帝封孙悟空为齐天大圣 这是第二个缓和 之后大圣则和二郎神 开始了惊天动地的 超级大混战 你看一张一驰 吴成恩很好地把握了节奏 把前面的争斗作为铺垫 一步一步引着读者 进入到世纪大战中来 而要说本文的点睛之笔 当属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反场了 当我们都认为 孙悟空被扔进八卦炉 难逃一死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在八卦炉中 被炙烤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大圣 欲火重生 而且一次次的争斗 让孙悟空变得越来越强 这次他更是变成了 红头铁壁 火眼金睛 永远不会战死的完全体 一只如意金箍棒 左右挥舞 再一次 大闹天宫 让读者知乎 大圣不会死去 反抗的精神 不会死去 从这个视频中 你是否被大圣的反抗精神感动了呢 现在就赶紧答题抢金币 下个动画我们来看看超级搞笑的猪八戒吧 超级搞笑的猪八戒 卜天宜 把速度留下来 比以后 用分架 那是他们努力